台中公车又违规了 警方路口直行 发现直行车道 明明都已经亮起了红灯 却有一辆公车 趁着左转车转弯时 直接加速往前行驶 闯红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更明显所有车辆都停在路口 唯独公车还在猛踩油门 而这起违规事件就发生在台中 台湾大道跟五泉路口 在这个月初车流量的尖峰时刻 晚上六点半左右 警方最近执行公车大执法 取缔公车违规 那么第一分局的女副所长 亲自到公车上来宣导 那么从9月25号到10月8号 台中第一分局 一共取缔了15件的公车违规 其中有6件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 没有依照标志标线 其中还有5件是转弯 没有使用方向灯 另外4件是闯红灯 为了保障行人入权 女所长亲自向公车司机宣导 就是希望强化驾驶 骁通安全意识 避免再有汗事发生